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弯游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亲爱朋友也有在空中跟大家介面 今天很开心的想跟大家介绍 一本书叫做人类图财富密码 然后是由林福毅 Alice所写的一本新书 来线上是Alice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Alice 为什么会想要当初写这样的一本书呢 因为其实我从事解读的工作以来 我常遇到很多人 就问他们说 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吗 然后大概八成人他们就说不喜欢 那我再问他们你想要离职吗 那大概八成人不想就说不想 那我一直在问下去呢 就问他们说 你为什么你不喜欢你的工作 不想要离职呢 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说 因为他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工作 是是是 所以我觉得说 很多人在工作上都有些困扰 而且是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希望透过这本书呢 给这样的人呢一些参考 是是是 所以这个是用一个人类图的基础概念 来解读或是来帮忙这些迷惑的人 那可不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谈一下 什么是人类图呢 人类图呢 就是以你的出生日期 时间出生地 输入一个软体啊 或是网站上 就可以得到一张图 那我们简单的讲啊 我常会把它比喻成就是西洋的指挥斗数 哦是 那西洋 比如指挥斗数上来讲 是不是会有那个 夫妻工啊 财博工啊 交友工 是不是有各个方向的部分的介绍 对 那人类图也很像这样子 因为他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设计 你的个性啊 你的行为啊 然后呢 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包括说你爱情的部分 还有就是赚钱的部分 所以用西洋的指挥斗数 他一听 哦 我明白就变成说 我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 我在这些方面的天赋才能 嗯哼 是 对 因为我记得人类图 就是跟其他的星座啊 或是这些什么指挥啊 什么最大的差别是 他有一个 就是我们出生的什么 那个倒数倒数前几个小时 还是怎么样 就是的的数据 把它输进去的 是这样子吗 就你出生的时间 对 当下的时间 你就输入 比如说是 假设现在这个时间出生的人 他就输入 当下这个时间点 是 所以他有一个 很大不同的地方 就是说 其他的像 星座来讲 他可能是一天 对 那一天其实那个范围比较大 是 那 人类图的部分呢 因为他在当下 对 不要相对来讲 是很准确 只要 你的出生时间是确定的 你的图就确定的 是 是 对 对 所以不像其他的 就是他会比较 一些空间 模糊空间比较大 人类图相对比较精准 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天赋才能 嗯哼 是 所以 所以 这个 就是 大家可能最好奇 就是老师这边写的 人类图的 财富 他这个富是 天赋的富 财富密码 那可不可以来跟大家讲说 这个 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来 就是 用人类图来开发自己的财富呢 呃 因为 从人类图的观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才能 对 天赋才能就是说 你一定有擅长的事情 哦 那如果以人来讲的话 我们会比较难理解 但是你又以动物来想 就很容易明白 哦 比如说呢 猫是不是就会爬树 哦 是 会抓老鼠 对 那鸟就会飞 是 鱼就会游 是 所以是他们天赋才能 你看就知道 他有这个天赋才能 是 但人的问题就是 我们很难知道 我们有什么样的天赋才能 是 所以在学习跟摸索过程中 就要花很多的时间 嗯 那人类图呢 是你从人类图上去对照说 哦 你有哪些天赋才能 就可以开始从这方面去 开始去学习啊 去专研啊 去投资时间 嗯 那当然 每个人的天赋才能 就不像那个动物 一看就知道 是 这些天赋才能呢 大概我们在 呃 过去的成长过程中 你一定会多多少少会有运用到 是 只是说呢 有一些用的比较熟 有些用的比较不熟 是 然后呢 我常会这样举例就是 如果呢 各位有机会呢 就是呃 看你自己的天赋才能 是 那再回想你过去的人生 可能就会很容易发现说 过去一些成功的经验 都有用到某些天赋才能 嗯 嗯 因为以前的时候呢 成功不知道什么成功的 可能会认为说 哦 那时候就运气好而已 所以就成功了 是 那如果失败的时候 也发现 诶 可能就运气不好吧 是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把过去成功的案例 然后套 跟自己的天赋才能 就一个对比的话 如果发现说 诶 确实很多成功的案例 我都用到某些特殊的天赋才能 嗯 那如此一来 我只要在未来 我持续用这些固定的天赋才能 那我是成功的局就比较高了 嗯哼 嗯哼 是 对 我看老师这边就是 比如说他就在举个例子 像比如说拥有56号杂门的人 就比较会说故事 就是说你可能业务能力就很强 然后他通过说故事以后 会让人家掏很多钱 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吗 对 因为拥有56号杂门的人 他们天生就会说故事 嗯 那说故事这件事情来讲 可能小到就说 他在朋友圈里面很会讲故事 嗯 大家非常喜欢听他讲的故事的部分 他只是把它用在讲故事而已 但是呢 他假设说 比如说他是一个业务员 对 他是不是在卖东西的时候 就是他不只讲产品的功能而已 而是讲说 谁谁谁用了这产品 有多棒的 呃 是 经验 或者像比如说 他也可以考虑说 诶 我很会说故事 对 我可以来写个剧本 对 或是我可以写小说 对说故事有关 嗯 那比如像很多置入性行销 他也是用说故事的方式 把这些东西放进去 是 所以变 说故事的才能 他就可以去思考说 诶 那我在什么时候 用过这个说故事的才能 重点是 让我得到好结果 是 是 因为 如果纯粹 我只是一个很会说故事的人 在朋友圈很受欢迎 那他的结果是 受欢迎而已 嗯 但是呢 如果把它放到 自己的一个工作上来讲 就可以得到好结果 嗯 举例来讲 曾经有个朋友啊 他是做一些 呃 就是 经有这方面产品的 对 然后他发现了 他以前呢 会做说明会的时候呢 就是 客人来的时候 他会跟他们介绍 会介绍这个产品的 经有的功能啊 就是特性啊 什么好处啊 他讲很多这个东西 可是他发现呢 讲完之后呢 有兴趣 想更加了解的人 人大概只有一成而已 嗯 后来呢 他就实验说 我就这一次 不要再讲那么多功能了 特色了 我开始讲故事 是 讲说哦 哪些个案啊 用了什么经有 得到什么好处 就讲故事 讲故事 花了很大的时间 在讲故事 是 然后他就跟我分享说 那一次改用 讲故事的方式 在介绍产品之后呢 会后有兴趣来找他 作为更进一步了解的 大概有三成 是 是 所以变成说 他就把讲故事 用在工作上 然后创造好结果 如果他在一次 两次发现 真的都不错的话 那他就会改变 那个销售模式 把讲故事 变成他的一个 主要一个推展产品的方法 嗯 是 那老师就是 没有这些杂门的人啊 可以透过后天来做训练吗 还是老师就是 他还是会按照 就是这一些杂门的功能 他还是会被 被规范 或是去发展 他还是会比较好呢 其实这么讲 因为每一个人啊 都会有26个杂门 是 就是可能就是 红色的26个 红色的13个 黑色的13个 加加26个 所以比较好的建议是 我们先 呃 加强 我们已经有的 哦 是 我们已经有了 而且从小到大 已经练习那么多了嘛 对 所以这些 就已经是不错的了 嗯 那当然有些人讲说 哎 我还要想要练习更多 那也可以 可是那 那相对会比较 呃 辛苦一些 是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呢 人是会相互影响的 是 所以 如果说呢 你的 你没有这个杂门 比如说可能 呃 我没有56号杂门 可是呢 我周围的人 我的父母 他有56号杂门 是 从小 一直受到我父母 他们有56号的影响 影响 影响久之后 我可能也会 受到影响 然后慢慢学习 也会有56号杂门的财能 是 但是呢 是不是 我因为后天学习的 56号杂门 跟我先天拥有的部分 到底哪个比较强呢 是 这个就要去看说 那 这个财能 在我过去人生 有没有帮我创造好结果 哦 就比如在工作生活上 有帮我创造好结果 因为 财能之外呢 最重要是你要创造好结果 是 创造好结果之后 因为 我们如果谈到工作赚钱 你一定要有好结果 然后才能赚到钱 嗯哼 不然只要在说 哦 我跟我父母啊 从小耳如木啊 我变得会讲故事 可是讲来讲去 我也只是在 朋友之中啊 就是比较会讲故事而已 嗯 我没有把它用在 工作上去创造好结果 那这也 比较可惜 因为它没有真的 对我实际创造好处 是是是 嗯哼 那 那会不会有一种 另外一个可能 就是比如说 哎我都知道我这些 我这些杂门 然后这些能力 但是我还是受困于环境之下 对不对 呵呵呵 就是就是我可能 可能我还是只能这样子 那那那该怎么办呢 有可能啊 就比如说 呃 举例来讲 一样讲56杂门 对 我会说故事 可是呢 我所在的环境 老板就跟我讲说 你就按公司交代的方式 去推销就好 你不要讲一些 有没有的故事的部分 对对 所以变成这个人的才能 他就受压抑 嗯哼 那受压抑的情况之下 如果一个人他在做 他现在的工作 没办法发挥他的才能 全部都变成说 都是要按照既定的模式 他一定做得不开心 是 也可能这样子会比较 难创造的好结果 嗯哼 这时候呢 他可以考量说 那我可以在什么地方 发挥我说故事的才能的部分 而且得到好结果 是是是 那就可以开始思考就是说 不见得是马上要做改变 哦 可是可以开始思考说 如果这个才能 那我要用在什么地方 嗯哼 比如说我可以 晚上的时候呢 我是可以去兼差 去故事屋去说故事 哦 因为现在有些 故事屋是专门在讲故事 给小孩子听的嘛 对 那我可以去做兼差这个工作 那当我如果晚上在故事屋讲 故事讲得很开心 嗯 小朋友的反应也不错 嗯 我有一些收入 那当这个收入啊 慢慢增加到 跟原来的工作 哎 有差不多的情况 或许 他可以考虑说 那我就专职来做 讲故事 工作就好了 嗯哼 嗯哼 因为 最重要的就是说 如果就 我常会这样举例 就是说 呃 如果你让一只猫 让它去抓 抓鱼 对 它是可以抓鱼 没有错 可以 可是它在这种努力 它抓鱼 能抓到鱼有限嘛 嗯 那如果这一只猫呢 它就把它改行去抓老鼠 呵呵 然后去爬步 那不就 很事半功倍吗 啊哼 因为我们是用在 自己 呃 雨伸就在采行 做起来就很轻松嘛 是 那轻松又得到好结果 那相对 就会 比较顺利 而且也会开心 哦 是 对 所以如果一个人呢 他能够了解他的才能 然后 来对照说 我的才能 有没有用在目前的工作上 是 如果有的话 那这是一个适合我的工作 嗯 如果呢 我的才能在现在工作呢 都用不到 那我可以思考一下说 我能不能把我的才能 用在现在工作上 嗯 因为可能之前 也没这样的想法 是 那如果调整之后发现 诶我还是可以把这才能 用在工作上 这样还可以 但如果说呢 思考了半天 努力了半天 发现这些才能 在现有的工作上来讲 还是受到很多限制 是 那开始可以思考说 那我下一步要怎么办 嗯 因为呢 人生很长嘛 大家工作时间都很长的 那 如果你现在工作不开心 对 那很可能 未来工作也不开心 是 但如果你能开始找到 一个适合自己才能的工作 嗯 那我可以做到好结果 又开心 那这样对 呃 每个人的 呃 资亚发展上来讲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嗯哼 嗯哼 是 那 那老师 可不可以请教一下 就是 就是 这些我们讲的 不管是星盘啊 或是人类图啊 或者是 指挥斗数 就是这些 这些 八字 这些盘 到底哪一个会比较准呢 嗯 我觉得呢 其实 这些都是工具 对 那只要能够适合自己的 都是好的工具 哦 我觉得其实 如果 呃 一个人他觉得说 他觉得八字很很棒 那就用八字 OK 他用指挥斗数 就用指挥斗数 是 那我个人是因为 呃 我喜欢人类图 对 人类图来讲 它是一个实验的科学 嗯 因为我们都会强调说 这些东西呢 人类有知识呢 你不要一开始 全盘的相信它 嗯 但是呢 我们强烈借每个人去实验它 是 是 去实验它说 诶 这我在身上 我有没有这样的才能 我又没有 是 那如果有的话 就可以往下 嗯哼 因为最重要的这些工具 都在服务每一个人的 而且是要 为每个人创造好结果 嗯哼 嗯哼 对 是 而且 人类图其实除了这些之外 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功能 对 就是能够协助每个人做决定 哦 嗯哼 做决定就是按照每个人的策略跟内在权威 那依照自己的策略跟内在权威去做出适合自己的决定 是 这个呢 这一点是我觉得它跟其他工具比较不同的地方 嗯哼 其他工具呢 它只会跟你讲啊 你的状况怎么样 可是它并不会给你说 建议说那你再来要怎么办 哦 嗯哼 那人类图会提供给你这个工具 而且 再来怎么办并不是别人告诉你 是 而是自己来为自己做决定 哦 是 对 老师你讲的这个 这个 老师你讲的这个部分是什么意思呢 可不可以再跟听众朋友讲更清楚一点说 诶 就比如说 呃 也许比如说 那个早上我要做一个决定 啊这个决定 要要怎么 是是再去看 比如说 那个人类图也是跟 跟一般的星座有 它的那个流连吗 是这个意思吗 哦 不是不是 因为呢 我们的人类图呢 会把人分成四种类型 对 比如显示者 生产者 投射者 反应者 是 然后呢 每种类型的策略不一样 哦 策略不一样 就是说显示者 它是要告知 对 它做任何事情之前 就要告知啊 跟这个决定相关的人 就可以了 对 对对 那因为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显示者很有影响力 他要做之前先讲 就可以消除大家的抗拒 是 他做事就会比较顺 哦 然后呢 生产者叫等待回应 对 回应呢 就是等事情来到面前 再采取行动 是 这叫回应 哦 那投射者呢 就是要等待被邀请 是 人家邀请他去做事情 才比较顺 嗯哼 嗯哼 对 是 所以 每种类型啊 都不一样 所以 每个类型的人 都有一个自己做决定方式 嗯 那我们也强调说 这些做决定方式 也是要去实验 嗯哼 那你如果实验之后呢 发现 哎 这样很适合我啊 所以我每次我都可以 在遇到重大决定的时候 我可以这样练习 嗯 然后来看看这样决定之后呢 结果没有比较好 好 好的话 我就继续做 是 那 如果 不如理想呢 我就可以 呃 调整 是是是 对 所以这个 这个呃 我在书上有对这个策略 跟内在全有简单做介绍 大家可以 看一看啊 知道说 呃 自己要怎么样去做决定 然后可以开始练习 嗯哼 嗯哼 我看老师这一本书 非常的有趣 他 他有把 这个 闸门 都把他 就很有创意 好 然后 很有很有很有那个就是把它变成就是各式各样的一些名词 哦 老师你你你这个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呃 这个因为就是呃其实有点方便大家记忆 嗯嗯嗯对因为别人说啊假设我们讲的一个杂门讲的太复杂的话 大家觉得哦这样不太容易理解 那如果说呃我们把这个 比如说呢假设有说我们一号杂门就独特创意 大家知道说 那我如果一号杂门的人 我就是很有一些独特的创意 很多创造力的部分 他就比较清楚知道 我有这样的特质 那独空气呢 什么叫独空气呢 对独空气是 57号杂门的天赋才能 因为呢 57号杂门的人啊 我们会说他的听力很好 那听力呢 不是真的我们讲耳朵重 听到听力的部分 而是呢他很能够听得懂啊 别人的言下之意 别人的弦外之音 所以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中呢 常常有时候会有个直觉 觉得这个人好像有什么话没说出来 或这个人好像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是50号杂门的天赋才能 那所以这种最适合就是用在 比如说业务员 业务员就是当一个客户在跟我 一直在跟他推销 他一直一直很抗拒啊 说什么价格太贵什么之类的 然后呢 到底呢 这有两种状况 一种是真的价格太高 他就太贵了 如果降低了 他就想买了 第二种是 他根本不想买 这只是推妥支持 所以 如果可以听出来说 他其实是想买的 但是好像就是价格上 一直觉得很 不能接受 那这时候可以试探看看说 如果降价一点的话 他的反应是说 他可能就继续愿意跟我谈了 那代表他是真的嫌贵 那我们降价一点就可能成交 那如果说这个人他 就是觉得不想买这个东西 他只是推错支持 我或许可以跟他介绍别的产品给他 就不用一直用力在推那个他不想要的东西 所以 我只要咱们听空气 他的意思就是说 好像 我从听到空气中背后的一些声音的部分 对 嗯 对啊 我觉得老师这是还蛮有趣 就把那个人类土的这一些状态 就这些闸门 把它改成让听众朋友是读者 很容易看老师的这个书 然后就是你就很明白说 哦原来人类土没有像 那个这么难 然后就是他其实很简单可以入门的 好那最后老师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吗 呃 我觉得 这个 建议大家就可以开始去练习 就是你可以先找出一个人类图 然后 透过这本书啊 去对照自己有的才能的部分 然后呢 去回想过去的人生呢 有没有用这些才能做出什么好结果 嗯哼嗯哼 对 因为 过去有好结果 只要同样做这个事情 未来应该可以创造好结果 哦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让自己更清楚 像自己的天赋在哪里 然后你的赚钱啊 或是你的很多的能力 就会慢慢的展现出来 对对对对 嗯 好那今天谢谢 嗯 Alice 老师跟我们分享人类图 那个财富密码哦 是相识文化出的一本好书 谢谢老师 谢谢你 谢谢你